好,有了MR加这么一块板子 我们的系统也做差不多的 那该给他穿一下衣服 花了一点时间 把这个box画出来 简单说明一下 box分上盖跟下盖 中间的这个是USB口 网路口 再来HDMI电源 这边可以SD卡 然后 OTG 还有红外线的 还有这边有两颗按钮 把它拆开来 这里面有六个孔洞 其中四个是预设的 螺丝孔 那我们预计用这两个固定就可以了 那这四个用来做底座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 想说在3D电影的时候 如果你加了0.5公分的话 会多了很多 塑料 所以我们就不加直接底部 放在下面 那待会我们用螺丝来把它 电高就可以了 上面这边有通风孔 那这边有预留 一排 原来的GPIO的脚位的洞 这样子你就可以 直接使用 3D电影把印出来 那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凹洞 是我们 扣上盖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盖子 里面会凸出来 扣起来 好在这边会有两个小凸起 所以你在组装的时候 你需要 把盖子稍微 稍微挤一下 好我们直接来看 如何组装 首先看到这是我们的底盖 这是我们的底盖 然后 我们的M2P 直接使用倒退的方式 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放的时候稍微要往外撑一下 因为M2P的边边 它是凸出来的 好 好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这边有设计了一个沟槽 因为 这个是凸出来的 然后这边两颗按钮 也是凸出来的 你在组装的时候卡到 所以 你刚好利用这两个 勾勾 你可以 很快速的把它滑进去压下去就好 好这是设计的一个 小小 小小小小 再来 运用资讯组最常 看到的锁磁叠记的 小螺丝 好锁在 这两个 这一个孔位 即可 这两个孔位 即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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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锁完了两个 M2P就不会动 那为了通风我们下面留了四个洞 所以一样使用相同的螺丝 在四个角落上面 把它锁上去 好,大致上是这样 下面就有通风的效果 螺丝也可以调整高低 好,四颗螺丝都锁好了 那这样就完成了底座的锁 那我们把天线 稍微折一下 弯进我们的盒子里面去 好,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盖子 那盖子很轻松的只要把它盖上去 盖上去扣进去会有一个小阻力 那记得这边要稍微压一下 这样你看这里会不好盖 是因为那个小卡榫卡住了 所以你必须要稍微 这边边边边稍微挤压一下 让它压进去顺 好,这样 好,它是平整 那这边的小按钮也是可以按钮 这边也有按钮可以按 OTG的线 红外线 SD卡 可以从最下面这边 放入 这样就完成我们M2P的BUS的制作 我们上面有放BPI 这是专属于 BPI的BUS 但是在胸部上 PIP的名字 我们下期见 还有一个正在 冰箱 冰箱 冰箱